怎么摔一跤就骨折了呢? 52岁的周大伯上周夜里摔了一跤, 没想到自己摔进了医院里, 还动了手术, 大概晚上两点多了, 周大伯忽然一阵尿急从梦中醒来, 连忙下床去厕所, 动作急了一点, 脚底下打滑摔坐在地, 摔倒之后, 臀部那里一阵剧痛, 周大伯怎么也站不起来, 急忙大声叫喊, 最终被子女发现, 送到医院后, 医生检查发现, 周大伯已经出现了骨骨颈骨折, 严重到需要做髋关节致患, 明明只是摔了一跤, 怎么就严重到骨折了呢? 周大伯十分疑惑, 为什么会这么严重? 医生给周大伯做了握力, 肌肉质量等检查, 发现周大伯肌肉流失严重, 也就是她太瘦了, 才引发了这一系列的事故, 民间常说, 千金难买老来瘦, 瘦和瘦同音, 很多人也常常觉得, 瘦一点才有利于长寿, 这是一个误区, 想要肌肉不流失, 你得这样吃, 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看看, 吃什么能够缓解肌肉流失, 让你激励发达吧。 一, 一身肌肉的人, 和体型普通的人, 谁活得久? 肌肉是由肌细胞构成的一群组织, 这种细胞成纤维状, 故称为肌纤维, 人体肌肉约有639块, 由60一条肌纤维组成, 一般人的肌肉, 约占体重的35%至45%, 肌肉是支撑人体各种活动的重要组织, 比起普通体型的人, 其实肌肉含量高的人, 活得更久。 英国一项涵盖5万名中年人的研究显示, 强有力的男人, 肌肉含量密度高的男人, 比肥胖或是偏瘦的男人, 死亡率低70%, 所以别再相信, 千金难买老来寿, 尤其是上了年纪以后, 一定要重点保护自己的肌肉。 二,上了年纪, 肌肉飞快流失, 研究表明, 人的肌肉在三十达到峰值后, 每年就减少1%至2%, 到60岁以后, 更是以三倍速度逐年, 丢失, 若不及时干预, 到70岁, 就会失去约30%至40%的肌肉。 对于本身脾胃功能天差的人, 肌肉量甚至会丢失50%以上, 与此同时, 肌肉力量也在, 缩水, 50至70岁, 每十年肌肉力量减幅15%, 70岁后, 每十年肌肉力量耗损30%, 肌肉流失, 是一种与年龄增长相关的骨骼肌含量减少, 肌肉力量或躯体功能共同下降的老年综合征, 肌肉流失目前已经成为严重危害老年人生活质量的因素, 我国老年人积少症患病率为8, 9%38, 8%, 70岁以上的老年人, 肌肉流失患病率约为20%, 每五个70岁以上的老年人中, 就有一个患有肌肉流失, 80岁以上高达50%, 每两个80岁老人, 就有一个肌少症患者, 三, 肌肉太少, 身体可能会面临这些威胁, 肌肉的流失并不仅是行动上受限, 对于健康也是一种巨大的威胁, 一, 容易摔倒, 肌肉的流失会使得下肢力量明显减弱, 想象一位老年人步履蹒跚, 每走一步都似乎要用尽全身的力气, 这样的状态不仅让他们的行动变得困难, 更容易导致意外的发生, 走平路都可能摔倒, 更何况是遇到一些不平坦的路面或是突发的小障碍, 跌倒是老年人面临的一大风险, 而肌肉的流失无疑是加大了这种风险, 一旦摔倒, 老年人可能会受到严重的伤害, 甚至危及生命, 因此, 肌肉的保持对于防止跌倒至关重要, 二, 呼吸道感染风险变高, 肌肉质量降低, 影响吞咽肌功能, 对于老年人来说, 吃饭本应该是一件享受的事情, 但由于肌肉质量的降低, 它们在进食过程中可能会出现呛咳的情况, 这不仅让它们无法享受美食, 更增加了呼吸道感染的风险, 一旦感染, 老年人的身体往往难以承受, 可能会引发一系列的并发症, 甚至威胁生命, 三, 伤口愈合慢, 肌少症会影响内分泌功能变化, 骨骼肌去神经支配, 营养失衡, 当老年人因为某些原因需要手术时, 如果他们的肌肉质量较差, 那么术后的伤口可能会迟之不遇, 这不仅会延长他们的恢复期, 还可能引发各种并发症, 如感染, 疼痛等, 这样的情况, 无疑会加重他们的身体负担, 影响他们的生活质量, 四, 加重慢性疾病的不良愈后, 对于已经患有慢性疾病的老年人来说, 肌肉的流失意味着他们的身体 对应激事件的抵抗和应对能力下降, 这会导致他们的代谢能力减弱, 使得慢性疾病的治疗变得更加困难, 一旦陷入这样的恶性循环, 老年人的身体状况可能会每况愈下, 甚至面临生命的威胁, 四, 年龄大了药, 养鸡, 这二类食物就不错, 一, 增加蛋白质摄入, 蛋白质占肌肉重量的20%, 是合成肌肉的重要原料, 老年人需要每天摄入一, 零克每千克制一, 五克每千克的蛋白质, 乳清蛋白, 鸡蛋蛋白, 牛奶蛋白, 大豆蛋白, 牛肉蛋白, 都是优质蛋白的良好来源, 可以将这些分配到一日三餐中来保证每日的蛋白摄入, 记住, 四个二, 口诀, 即每天两袋牛奶, 常规一袋250毫升, 两个鸡蛋, 胆固醇过高人群可只吃蛋白, 二两瘦肉, 白肉和红肉各占一两, 二两豆制品, 这样搭配即可满足一天的优质蛋白质需求, 那么在所有补充蛋白质的食物中, 哪些更利于肌肉合成呢? 那当然推荐富含脂炼氨基酸的食物, 脂炼氨基酸是一类对人体至关重要的氨基酸, 主要包括量氨酸, 异量氨酸和邪氨酸, 它们在促进蛋白质合成, 改善运动表现, 增强免疫力, 抗疲劳以及促进肌肉恢复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一起来看看哪些食物富含脂炼氨基酸, 零腰肉类是脂炼氨基酸的优质来源, 无论是牛肉、羊肉还是猪肉, 它们都含有丰富的脂炼氨基酸, 特别是胸肉和腿肉, 其脂炼氨基酸含量更高。 这些肉类不仅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蛋白质, 还为我们提供了多种必须的矿物质和维生素, 有助于维持身体的正常生理功能。 零二鱼类也是富含脂炼氨基酸的食物, 如金枪鱼、鲑鱼和血鱼等富含蛋白质的鱼类, 不仅口感鲜美, 而且富含脂炼氨基酸, 它们还含有丰富的不饱和脂肪酸, 对心血管健康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因此将鱼类纳入日常饮食, 不仅可以满足我们对脂炼氨基酸的需求, 还有助于预防心血管疾病。 零三蛋类是脂炼氨基酸的良好来源, 鸡蛋、鸭蛋、鸪纯蛋等蛋类 不仅含有高质量的蛋白质, 还富含脂炼氨基酸, 它们不仅易于消化吸收, 而且具有调节神经系统, 缓解大脑疲劳的作用, 因此适量食用蛋类 不仅有助于补充脂炼氨基酸, 还能为我们提供所需的能量和营养。 零四乳制品也是脂炼氨基酸的重要来源, 牛奶、酸奶和奶酪等乳制品, 不仅含有丰富的蛋白质, 还富含脂炼氨基酸, 特别是量氨酸, 这些乳制品不仅口感醇厚, 而且易于消化吸收, 是早餐或健康零食的优质选择。 除了以上提到的食物, 豆类也是脂炼氨基酸的重要来源, 黑豆、红豆、豆腐和豆浆等豆类食品, 不仅富含脂炼氨基酸, 还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和植物蛋白, 这些豆类食品不仅有助于补充脂炼氨基酸, 还能促进肠道健康, 降低胆固醇水平。 这样吃大豆, 健康又增肌, 可能出乎很多人的意料, 大豆, 包括黄豆和黑豆脂炼氨基酸含量, 比一般的肉类还要高, 因此, 增肌补充蛋白质, 大豆必不可少。 作为一种植物, 大豆的蛋白质营养价值可以与牛肉相剔美, 是植物蛋白中的佼佼者。 更难能可贵的是, 现在很多人血脂超标, 不敢多吃肉类, 怕生血脂。 而大豆, 不仅能补充蛋白质, 还有调血脂的作用, 大豆调节血脂的能力是全方位的。 无论是甘油三脂, 胆固醇都能调节, 大豆能使低密度胆固醇降低, 保护高密度胆固醇不降低。 它对高血脂的人可以降血脂, 对于血脂正常的人, 它不会让你血脂掉到正常值以下。 日常怎么吃大豆比较好呢? 给大家推荐这三种吃法, 可以交替患者吃, 零腰豆浆, 喝豆浆尽量不要加糖, 不要搭配油条等油炸食品, 可以搭配杂粮馒头, 肉菜包子, 全麦面包等主食及蔬菜, 痛风或高尿酸血症患者, 不要大量喝豆浆。 零二豆腐, 食用大豆直接制成的食品, 人体对其蛋白质的消化吸收率只有65%, 而制成豆腐食用, 消化吸收率就可以提高到92%至95%, 一般成人可以一天或者隔一天吃二两左右的豆腐, 白豆腐, 东北大豆腐, 南豆腐, 合装的豆腐都是不错的选择, 由于豆腐在制作过程中, 漂令随水有流失, 所以痛风患者在非急性发作期, 可适量食用豆腐, 零三其他豆制品, 素鸡, 豆腐干等豆制品也可以适量食用, 而炸豆泡, 炸豆皮, 超市里的各种油豆腐, 则少吃为好, 在量上, 中国营养学会推荐一般成人每天吃大豆25克级以上, 25克大豆相当于72克北豆腐, 140克南豆腐, 365毫升豆浆, 175克内脂豆腐, 55克豆腐干, 40克豆腐丝, 在日常膳食中, 豆制品和肉可以等量替代, 多食用了豆制品就可以相应减少肉的摄入, 豆制品和肉加在一起, 一天不超过五两, 将大豆和肉类混搭着吃, 健康又增积, 补充多不饱和脂肪酸, 想象一下, 当岁月在我们身上留下痕迹, 当我们的肌肉开始逐渐流失, 那种力不从心, 行动不变的感觉是多么令人沮丧, 然而, 多不饱和脂肪酸的摄入, 就像是给身体注入了一股新的活力, 让我们的肌肉重新焕发出生机, 它能够促进肌肉蛋白的合成, 增强肌肉的力量和耐力, 那么, 多不饱和脂肪酸的摄入来源, 又有哪些呢? 其实, 它们就隐藏在我们日常的食物中, 零腰植物油, 某些植物油, 也是多不饱和脂肪酸的良好来源, 亚麻籽油, 核桃油, 大豆油等富含亚油酸和亚麻酸等多不饱和脂肪酸, 在烹饪过程中, 适量使用这些植物油, 可以为我们的饮食增添健康元素, 零二坚果与种子, 坚果和种子类食物同样含有丰富的多不饱和脂肪酸, 例如, 核桃, 杏仁, 亚麻籽, 芝麻等, 它们不仅营养价值高, 而且可以作为健康的零食选择, 零三深色蔬菜, 菠菜, 羽衣甘蓝, 甜菜叶等深色蔬菜, 也含有一定量的多不饱和脂肪酸, 这些蔬菜不仅营养丰富, 而且富含抗氧化物质, 有助于保护身体免受自由基的损害, 需要注意的是, 虽然多不饱和脂肪酸, 对人体健康有益, 但过量摄入也可能对健康造成不利影响。